来 好 来我们现在先 按照我们刚刚的一步一步来 第一个他说 请你在滴槽之中 滴槽之中建立一个资料夹 名称叫测试 这第一件事情 好 我们就在电脑 把电脑打开 滑鼠移到这个电脑的 这一个符号上 点两下 左键把它打开来 嘿 怎么了 没有看到画面吗 全部吗 还是只有你 没有没有 我已经切换了呢 来我再做一次 来我再做一次 我再切换一次 好 有没有看到我的画面 都有了 好 来 第一个动作呢 就是呢 请你把电脑啊 滑鼠放在上面之后 点两下 把它打开来 点两下 左键把它打开来 好 然后呢 接下来 请各位看一下 我们要打开滴槽 因为我们要把资料夹 建在滴槽里面 所以请各位把 这个滴槽的 这个 本机实力的 挂物滴的 这个滴槽 把它点两下 滑鼠先放上去 再点两下 好 你不用管里面 到底有多少资料夹 都不用理它 你这个时候已经进去了 已经进去滴槽了以后 我们要建一个新的资料夹 来同学 上面有没有看到一个按钮 叫什么 新增资料夹 有没有看到 底下 所以呢 你呢 就把它点下去就可以了 来 这样子 好 它呢 就会呢 显现在最下面这边 同时呢 它现在等着你 把什么 把名称打进来 所以这时候呢 我就切换成中文 的输入法 把测试这两个字打进来 打完之后 因为我是用微软新注音法打的 打完记得按第一下Enter 就代表把这两个字 确认下来了 然后再按第二下Enter 就代表把这个资料夹 就定下来了 所以这个资料夹的名称就OK 而且建好了 OK 第一个动作到这里 就算完成 好 把它呢 收下来或关起来都没关系 因为呢 资料夹我们已经建好了 好 这时候呢 再打开啊 我们的浏览器 我们Google Chroma的浏览器 因为我们要做第二个动作了 他说请打开Google的浏览器 好 那么我们把它打开来 画面如果像这么小 我建议各位把它放大 把它放到最大了 按右上角 这个中间这个最大化 好 来 他要各位做什么 把它设定为 是下载的资料夹 把它指定 把这个指定 这个测试 这个资料夹 指定为下载的资料夹 所以呢 我们请各位到右上角 这个三条线这个按钮啊 把它按一下 好 请各位进到设定这边来 设定 把设定按一下 好 然后呢 它呢 是在很下面的地方 所以各位要把滑鼠移到左下角 好 这边有一个显示进阶设定 显示进阶设定 你把它设定一下 好 然后呢 滚动一下你的滚轮哈 中间滑鼠中间的滚轮 滚动一下 往后滚 滚到哪里 滚到下载这边就停 下载这里就停了 好 滚到这边你就停哈 好 我们要指定了哦 档案下载的储存位置 我们要指定它哦 所以请各位按一下 后面这个变更 好 这我们上次都有做过的哦 变更按一下 好 我们要找到滴槽底下的测试 这个资料夹 所以各位呢 点一下这个滴呢 好 我们把这个滴啊点一下 这样的万一没看到 你可能只看到一个电脑 好 那你就把电脑呢点一下 把电脑点一下以后 再去把滴 把滴挂无滴啊 再点一下 好 那它资料夹很多嘛 你就按住右边这个滑杆 按住慢慢往下滑 一面滑 一面找 一面看 看到了就停哈 好 看到了 手就放开 让它停 各位 这个就是我们要的 点到它就好 把它点选到 就代表指定到了 OK我们按确定 好 那注意一下哈 OK 这边确认好没问题 OK了以后啊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到这边 继续的往下 来怎么样 往下来操作了 建好这个资料夹 注意一下哈 它没有 它底下并没有其他的按钮 要你什么样 要你储存啊 或是确定都没有 所以你只要确认一下 的确资料夹已经OK了 已经指定到了 我们到上面来开新分页 我们到这边来开新分页 按这个四方形 看一下新分页 好 那我们开始找了哈 你直接在这个搜寻栏上面点一下 打上Kitty 英文的Kitty K-I-T-T-Y就知道了 全世界的Kitty 只有一种样子啊 不会有第二种样子 所以你打Kitty 它一定知道 好 打完Kitty 你不用打猫 不用啦 我打Kitty猫 只让你知道 就是那一只啊 原则上 你只要打Kitty 再做搜寻 它就知道哈 好 我按一下Enter 你看 就是这一只没错吧 好 来我们按一下图片 好 我们图片按一下 会更多 一堆哈 来 那么我们随便找一张来Copy就可以了哈 来 我们就找第一张好了哈 找一张 这一张 好 点一下 好 那么呢 如果我们要的就是这一张 假如啦 我们直接就是把这张就当做是我们要的 你就把它呢 滑鼠放进来哈 嘿 滑鼠放进来哈 右键啊 右键点一下 注意哈 我刚刚呢 找的动作 找图片的动作呢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哦 请到网路上找一张Kitty的图片哦 我现在已经找到了哈 来我现在要下载了哦 滑鼠放进来 滑鼠放到图片里面来哈 右键哈 右键点一下 另存影像为 有没有看到 这个就是把它存下来的动作 好 各位确认一下 有没有看到 上面是不是测试 没错 就是我们要的资料夹哈 就是我们要的资料夹 打名啦 你可以不用改哦 为止到原来就好 OK 我们按储存哦 我们按存档 好 这个动作做完 你就做到了 我们上面要请你做的第三个动作 到这边把这张图下载下来了 那你的第三个动作就完成了 好 我们要做最后一个动作了哦 这时候呢 我们就要去打开我们的信箱了哈 来我们呢 继续的 我们按个新分页好了 开个新分页 好 按一下这个新增分页呢 那如果各位还没有打开信箱的 这时候呢 你就要去做一个登录的动作哦 比如说呢 好 我把它按登速哦 好 那比如说呢 我们现在呢 哦 我们要做第四个动作了哈 那你要打开自己的信箱啊 所以呢 我们按右上角的登录 哦 我们要打开自己的信箱 所以到右上角找这个登录哦 按给他点一下哈 好 这边呢 就打上我们的信箱 哦 我们的email哈 好 OK 下一步 那就是当然就是要给他密码了哈 好 按登录就好了哈 这边啊 因为呢 各位呢 你们这个是在外面 哦 你们不是在家里面 所以基本上这个打勾不用打勾 不用保持登录状态 不用 你在家里面可以啦 哦 OK 那么呢 在这边不用 哦 所以请注意一下 哦 按登录 信箱的意思哈 我们把它点下去 好 现在呢 点下去之后呢 我们就进到信箱里面来了 好 那我们要写一封信哈 所以我们按一下撰写 点一下撰写 好 好请看收件者 我们指定就是我们 哦 你打一个A啊 应该照理讲 我的名字就跑出来了 才对 直接把它点下去就可以了 好 阻止 这样子的 打自己的姓名 所以我打上我的姓名 所以我打上我的姓名 OK 底下的留言栏 留言板 点一下 打上测试这两个字 中文哦 测试这两个字 同时他跟你讲 字形是微软正黑体 大小为最大 然后呢 颜色是红色 来请你把它选起来 要选起来 好 然后呢到底下呢 点一下这个A 一般来讲 它都是收起来的 你要点一下这个A啊 它才会跑出来 来 我们要的字形 在左边点下去 找到微软正黑体 把它点下去 注意哦 记得哦 要把字选起来哦 好 然后呢 接下来字形为最大 最大 有没有 最大 最大 就选这个最大 好 颜色呢 请注意了 旁边这个A啊 纹字的颜色 点下去 它有两个 一个是背景色 一个是纹字的颜色 所以各位呢 我们是请各位 把它变成红色的自然 所以请各位选 这个红色 不是左边这个红色 左边这个红色呢 是变成什么呢 好 我点下去给你看 我点一下以后 你只要变成这样 变成红色的背景 啊 其实这不是我们要的 我们要的是字变红色就好 所以这时候呢 请各位注意一下 你呢 一样呢 再进来一次 你把原来的背景 改成白色就好 这边有个白色的 有没有 你看就回来了 所以背景色呢 白色就好 然后呢 我们真正是要红色的字哦 所以红字颜色是红色的 我们要请你打的是这个勾 点一下就可以了 哦 你看 这样子就OK 所以呢 请注意 再来附加一个档案 把刚刚的那个Kitty啊 把它寄过来 好 我们按一下这个回文针 点一下回文针以后呢 马上的就找到这张图 万一没有找到的话呢 那也没关系 你就到左边点一下D 再到右边把测试啊 哦 这个资料夹 把它点两下打开来 好 你就找到了我们的目标了 就是这一张图 点到它以后呢 我们按开启就档 好 记得把它点一下才算哈 眼睛看到不算 要把它点一下才算哈 好 开启就档 哦 这样就进来了 有没有名字就进来了哈 名字就进来了 OK到这边结束 我们就按传送 按一下传送以后 那么我几秒钟 好过几秒钟 他就会跑出来了 好OK 那么呢 他不会马上过来啦 好 为什么 虽然是同在同样在教室里面 他还要他还是要先到中华电信才会再回来的 好 所以呢 各位呢 大概要过个几分钟 哦 OK 以上啊 就是我们今天啊 一来请你做的复习的动作 哦 来 你看 那么这个啊就找到了 有没有 把自己的资料夹打开 哦 你看我们的图片啊就有了 那么呢 我们啊 请注意一下 你如果寄出去 对方一直没有收到 你最好呢 到寄件备份看一下 为什么呢 好 我给你讲 寄件备份 我们不是可以看到我们寄出去的信吗 假如啦 你的地址写错了 对方根本没收到的话 那我跟你讲 你哦 如果把你寄出去的信 在这边点下去 你会发现里面写了一堆英文字 如果啦 寄失败的话 你会发现 点进去之后一堆的英文字 那大概就是寄失败了 了解了 所以你到寄件备份看一下 好 如果对方一直没收到 你到寄件备份看一下 然后呢 把你寄出去那封信啊 把它点进去看 如果里面一堆看不懂的英文字 那代表 就是他在跟你讲 那封信记失败了 了解了 好 那我们再回到寄件夹 以上啊 就是我们上次做过的动作 我们让各位 从头到尾的复习一遍 那希望呢 各位忘记了 你呢 等一下再做个动作 重新的再测试一次 看要寄给隔壁 还是寄给我都可以 我们休息五分钟以后 接下来就开始 今天新的进度了 来请各位呢 休息一下 还没有完成的 请你把它完成好不好 还没有做好的 请你把它寄过来 好五分钟以后 我们开始讲解 我们今天的新的进度 通常记错了 有两种情况 记到别人的家里面去 第二 所以他也不会收到 再来就是说 你的信 你的地址写错了 也没有人有这个地址 你对方也觉得收不到 没有人会收到 所以通常如果你写错地址 寄到别人家 对不对 他不会出现英文字 因为一定会有人收到 只是不是你要的那个人 对 那如果是你地址写错了 比如说 GMAIL 你打成 GMIL 那根本没有这种格式 对不对 他回归回来 就是一大堆英文字 你到基建备份去看 就是一堆英文字 大概就知道说 你写错地址 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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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